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说得上是难分高下 旗鼓相当啊 想要知道这到底是一支怎样的部队呢 就跟随着我们摄像机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吧 沈阳军区某步兵团是一支有着70多年光荣历史的红军部队 它的前身是工农红军第26军 该部队曾先后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 转战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和大半个朝鲜 参加战斗上千次 歼敌六万余人 在经过多次改编后 如今的步兵团更是如骨天翼 在全军范围内都具有很高知名度的两支联队就在这里 他们就是神枪手四联和钢铁七联 那可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英雄联队 要论起军事素质 这两个联队都是全团首屈一指的尖刀 无论是参加重大演习还是综合科目的军事比武 这两个联队都是并驾齐驱 今天这两个联队又将一起参加我们神史终极英雄的比赛 他们会开出各自的精英强将 神枪手四联和钢铁七联之间 将展开一场激烈的敌拼双雄争霸 亲爱的战友们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准时收看谁是终极英雄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尹梦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卓琳 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水阳军区某红军团 大家看到我们场上这些生龙火虎 跃跃欲识的战士们就知道 一场激烈的比赛即将开始 今天参赛的这两个队 都是有着光荣历史传统的英雄部队 一个是当年被国防部受为神枪手四联 一个是在解放战争时期 被誉为钢铁七联的两个联队 这两个联队在平时训练当中 生活当中相互交易 比赛当中谁也不服谁 应该说是互为磨刀师 肯定有一场激烈的拼让 那肯定是相当激烈相当精彩 没错 那我们两个联队呢 也将派出两个作战的小队 分成红蓝黄绿四支队伍 他们呢将进行三关的比拼 同样我们还像以前一样 要进行的是末位淘汰制 也就是在第一关夺得最后一名的队伍呢 将要无缘进入第二关的比拼当中了 好 残酷的比赛激烈的竞争 马上就要开始 我们一起观看吧 谁是终极英雄的比赛 共设三关 第一关专业技能比拼 第二关特殊技能比拼 第三关实战技能比拼 比赛采用淘汰制 红黄蓝绿四组队员进行比拼 每关过后成绩最差的一组 将被淘汰 三关过后 破胜组将成为终极英雄 在比赛开始前 让我们通过两个连队的荣誉试 分别来了解一下他们 神枪手四连 创演于1939年 在全军军事大比武中表现突出 获得了全军最高的集体荣誉诸 被国防部命令为 神枪手四连称号 通过视频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 四连在实战演习中的 出色的影线 荣誉试的老照片里 都是连队曾经的神枪手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神枪手四连的两支队伍 白布残阳 灰火自强 耶 神枪手四连 神枪手四连 进下一个大战船 另一支钢铁七连 组建于1933年 他们在解放战争中 战功卓著 承载着无数的光荣 与辉煌 从荣誉室里的 英魔人物的雕像 到临京江英雄连的 百余面季 其无不体现出 七连经历的光辉历史 敖兵七巡断钢铁 英列三千 驻联魂 全是了七连的钢铁精神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钢铁七连的两支队伍 钢铁精兵 勇当先铺 钢铁的连队 钢铁兵 终极英雄 追忆当中 好 观众朋友们 现在我们已经站到了 装甲运输车上 当年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解放军 用自己的双腿 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现在我们自己也有 现代化的装甲输送运兵车 没错 那可以看得到 我们的军事装备 可以说是有了一个 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我们观众朋友 可以看到 我们的队友们 也都已经整装待发了 我们的第一轮比赛 也即将开始 叶梦啊 第一个环节 我们比的是什么呢 我们第一轮的比赛 就是要在装甲输送车上 进行投弹 精彩 马上开始 让我们立即出发 今天我们参加中级英雄的技能比武 这是检验我们在信息化条件下 超专技能的一种考核 希望我们大家发扬神强精神和钢铁精神 赛出数字 赛出风格 谁英雄 谁好看 我们比武的借口看 童童们有没有决筵 有 第一关乘车投弹比赛规则 各队驾驶装甲车行进直线距离150米 行进过程中 由一名队员向侧面15米 20米 30米不同距离的目标圈内 分别投制舍楼弹 目标圈内设有光电重力感应器 只有命中靶圈才能爆炸 必须游近致远逐个投制 如位投中 需倒车回到上一个目标点处 重新出发 直至投入目标圈后 方可进入下一个目标距离的投制 本关采用计时制 勇时最长的一队将被淘汰 按照抽签顺序 第一组出场的是绿队 准备发动装甲车出发 就在起步的一刹那 油门过猛 把头弹手颠了一下 驾驶员可要稳着点啊 不知道是不是被颠了一下 没有准备好 绿队的第一个15米距离 没有命中 要倒回去重新来了 本关考验的是 在实战中 投弹手与驾驶员的密切配合 驾驶员既要掌握好车速 又要保持车体的相对稳定 确保投弹手能够准确的命中目标 这无论对投弹手的准确性 还是驾驶员驾驶装甲车的平稳性 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们来看一下绿队的第二次15米投掷如何 命中 再来看一下直观的全景画面 看来经过调整还是有起色的 漂亮 20米目标也连续命中了 但是就在大家替它们高兴的时候 驾驶员却由于心急频频出错 连续的两个大幅度颠簸 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 投弹手是否还能够准确投中最后一个25米的目标 果然由于颠簸的过于严重 导致没能一次命中 又得倒回去重来了 这样耽误了它们不少的时间 25米目标第二次 依然没有命中 在这样争分夺秒的比赛里 即便不能保证每把都能够一次命中 也不能发生这样高频率的失误 绿队的表现着实令人堪忧了 第三次25米目标终于命中 可能是第一队上场比赛 绿队的表现并不理解 希望后面的三支队伍能够以此为敬 吸取经验 但是不到最后一组比完 到底谁会被淘汰还不一定 绿队祈祷吧 第一关乘车投弹比赛成绩 绿队用时3分52秒 重新优秀 第一关第二队 比赛开始 第二队上场的是黄队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登车的速度很快 作为钢铁七连的队伍 刚才看过了神枪手四连绿队的表现后 显得信心满满 黄队的车速并不是很快 但是却很平稳 来看一下他们15米的距离 是否能够一次命中 漂亮 一击击中 换个角度 再来看一下 黄队匀速慢慢往前开 头弹手在刑警间观察着恰当的投掷时间 命中 再来看一下20米目标的命中过程 一命中 黄队的驾驶员立即加大了马力 向最后一个目标前进 接近目标位置后又及时放缓了车速 命中 再来看一下全景化 真是不错 一看到命中 驾驶员是丝毫没有犹豫 一脚油门就向终点蹬去 队员也赶紧关好舱门 三个目标如此轻而易举的全部命中 但黄队已经掌握了本关的要领 第一关乘车头弹比赛成绩 黄队用时2分06 我狠面 中级英雄 第一关 第三组 比赛开始 第三组 第三组准备比赛的是蓝队 同样身为神枪手四连的队伍 他们必须在绿队失误后 打破上一组黄队的时间 为之血耻 也为了保证至少一个队能够晋级 压力可是不小啊 蓝队负责投弹的是三号白兵 他曾经在失组织的手楼弹投准打比武中 打破纪录 漂亮 首发命中15米目标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全境画面 果然不愧是投弹破纪录的队员 本关比赛看似很难 但是只要做到在接近目标位置时 驾驶员能够放板车速平稳前进 在行进间观察好时机 就能一次击中目标 20米的距离依然是一次就完成的 接下来是25米的距离 本关的最后一个目标 也是最远的一个 我们来看看白兵是否还能够一次就投中目标 完美 三个目标 就用了三颗手楼弹 确实是堪称完美啊 当然 这也和驾驶员高超的驾驶技能密不可分 最终第一关乘车投弹比赛成绩 蓝队用时 1分45秒 目前排名第一 蓝队走到哪边 第一关 第四主 比赛开始 准备 登场 登场 最后一组上场的是红队 驾驶员关闭舱门准备出发 瞄准 投掷 命中 一气呵成 他们开始向下一个目标前进 投弹手开始瞄准 投掷 可惜 没有命中 这样他们必须得倒回去重来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命中的原因 驾驶员似乎有些着急了 车子由于速度过快 明显有些颠簸 希望不要对头弹手造成影响 20米目标 成功命中 看来头弹手的机密复制 真是不错 继续向最后一个目标前进 测电 投掷 哎 差一点 这样他们又得再来一次 目前他们比赛用时已经超过了黄队和蓝队 要抓紧了 否则将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调整好手与目标的点 投掷 漂亮 敏重 红队加大马力赶紧向终点进发 要知道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米距离 但是依然不能放松 不到最后一刻宣布比赛用时 谁也不好说被淘汰的会是打了个队 要知道红队的失误也不少啊 最终第一关乘车投弹比赛成绩 红队用时三分二十九秒 第一关比赛结束后 由于绿队用时最长 所以被淘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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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关结束后 紧急的三个队伍将驾驶装甲车 至下一个比赛场地 而被淘汰的绿队将无法再继续下面的比赛 只能留在原地 看着另外三个队的装甲车从眼前驶过 绿队此时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虽然他们被淘汰了 但是请记住他们 他们是伸枪手四连的绿队 我认为咱们这次失败的原因 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在于头弹 那个准确度上面 所以在下部训练中 才要加强这个方面训练 下次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 好去量的平衡 好 一二三 比赛阎萌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咱们战士们的表现实在是太棒了 没错 我们的比赛特别的精彩 我看的是眼花缭乱 那当然了 但是我们的比赛肯定是有胜有负 很可惜还是有一个队没能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 没关系 我们还有三个队进行下一个环节的比拼 这第二个环节的比拼呢 要以数字化的装备来进行战场目标 定位引导 什么叫数字化装备 什么叫定位引导 什么叫北斗卫星 这个我也说不太清楚 这样吧 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比赛现场 看一看 去看一看 现在说吧 在经过二十多分钟的转场后 三支队伍到达了第二关的比赛现场 下车集合 第二关实战技能比赛规则 每组队员需在一公里范围内 利用北斗手持机导航 寻找空投制地面的单兵数字化装备 将其组装穿戴接通 然后行进至终点 发射信号弹 比赛即告结束 本关采用计时制 用时最长者将被淘汰 动机优秀 第二关 开始 按照抽签顺序 第一组出场的是红队 本关比赛中 队员们要利用北斗手持机导航 寻找空投制地面的单兵数字化装备 使用北斗手持机 彻底改变了以往探图 目测 目量等的传统方式 它可以依托天机侧布网 可以引导单兵在各种复杂地形上 准确判定 行进方向 找到了 四号一上来就找到了装有单兵数字化装备的箱子 可惜找错了 是蓝队的空翻行机场 他们必须找到自己队的 那个装有红色号牌的单兵数字化装备的箱子 才算数 瞧这个 都跑到深草丛中去找了 可他似乎还是一无所获 此时的队伍已经完全散开了 距离都有些远 再来看看这个 开始准备往山下的路上跑去 却撞上了一群羊 看来这个方向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否则都让羊飙走了 经过一番寻找后依然无果 这招意识到这样找下去不是办法 所以召集了所有队员重新分工 5号复在这个方位 4号复在这个 2号复在这个 3号走 咱这个方位主要是从独立树到这个独立树的途间 去新脑新装备 受信用 接着 打开 树领新任务后 同队开始进行地毯式搜索 此时其中一名队员发现了目标 在这 可惜是黄队员 又一次找错 一号队长开始显得有些着急了 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在这 找到了 找人来 快快快 在这 精确定位后 终于找到了本队的单兵数字化装备 为防止在组装穿戴单兵数字化装备过程中 被敌方袭击 必须由两名队员负责警戒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单兵数字化装备 它是士兵从事信息化战争 在数字化战场上使用的 攻击防抖观察 攻击定位高度集成法 人机一体化的多功能装备 它由一体化头盔 单兵通信装置 单兵武器等系列组成 士兵带上它 可以接收指挥所传送的各种信息 并能把侦察到的各种情况 实时的报告给指挥所 快速穿戴完毕 他们开始向终点进发 终点的通信员 已经在等待他们的到来了 向裁判报告 一阻一刀打 完毕 走动 七号弹打响的一刹那 正是比赛结束的时间 最终第二关实战技能比赛成绩 红队用时 14分51秒 在看过了上一组红队的比赛后 黄队队员在上场前围在了一起 讨论比赛的方案与分析 我们要认为 飞动 然后根据这个体型 然后我们分成 两个组 比赛开阻 第二组进行比赛的是黄队 本官是对一个优秀班组成员 体能 技能 心理素质的一次综合考验 对每名队员的体能 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黄队也准确的定位队了 大致的范围 五名队员并没有像上一组 红队那样 队员间散得很开 而是一开始就采取了 地毯式的搜索方式 三号首先发现了箱子 但是他并没有先喊队友 而是先打开确定 一看不是 扭头就跑 下游目标 远处传来了队友的呼唤 过来过来过来 还是三号找对了方向 就在三名队员准备着手组装 单兵数字化装备的同时 另两名队员赶紧承担起了警戒任务 没有安排 没有命令 黄队的这种默契配合 为他们比赛 赢得了不少时间 三名队员抓紧时间安装到位 而此时时间才过去了八分钟 比上一组的红队截止目前的比赛用时 快了近三分钟 黄队全体队员全部撤退 翻越豪沟 一路向终点跑去 二组一到达 完毕 速度 最终第二关实战技能比赛成绩 黄队用时 十分四十一秒 最后一组上场的是蓝队 在第一关中排名第一的他们 是否依然能够再一次以第一名的成绩紧急呢 使用导航设备可以将目标锁定在一定范围内 现在队员们开始在一千平方米的范围内 寻找装备箱子 而要在这深山丛林里精确找到单兵数字化的箱子 还需要五名队员分工查探 仔细寻找 蓝队寻找单兵数字化装备的整体方向并没有太大的偏差 可是在对具体位置的搜寻上却显得不够仔细 蓝队几次与单兵数字化装备擦肩而过 看来还得仔细寻找才行啊 还是三号找到了装有单兵数字化装备的箱子 虽然找到了装备 但他们由于开始找错了方向 耽误了不少时间 目前用时已超过十分钟 他们必须加快速度了 以第一名晋级已经没有可能了 但是晋级还是有可能的 他们只要做到比红队快就行 蓝队的队员们为了荣誉偏拔 蓝队还真是拼尽的全力 五名队员无一调队 三组一到达 完毕 收到 最终第二关实战技能比赛成绩 蓝队用时14分17秒 第二关比赛结束后 由于红队用时最长 所以被淘汰了 每一关过后 没能晋级的一组队伍 都将被留在原地 别疑问了 我们把希望追到黄队身上 我们为黄队战略 现在呢 比来比去 唯一剩下的只有两个队了 阎萌 接下来的将是终极对决 战场高科技的比拼呢 没错 到底谁能胜谁能付 咱们一起去比拼现场 看一看 终极对决 网上模拟对抗 是一块军事模拟游戏 装备到部队后 受到了官兵们的广泛好评 通过这个游戏 可以增强战友间的 协同配合能力 锻炼官兵们的心理素质 使大家在任何不利的形式下 都能稳住阵脚 不慌不乱 寻求克敌制胜的对策 根据抽签结果 黄队将要扮演的是进攻方 而蓝队扮演的是防御方 首先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黄队战队的各角色扮演者 二号孙志勇扮演班长 三号黄伟超扮演副班长 一号张磊扮演机枪手 四号黄鸿飞扮演副枪手 五号郭志强扮演四菱火箭筒发射手 蓝队一号范鸿佳扮演班长 二号廖景洪扮演副班长 三号白冰扮演机枪手 四号高方扮演副枪手 五号东队扮演四菱火箭筒发射手 第三关网上模拟对抗比赛规则 每组队员利用计算机 进行不同的角色扮演 配备属于自己的武器 组成一个作战班组 在空力配合下 消灭敌人的有胜力量 最终率先消灭完对方 班组所有队员的一方 为获胜方 我们先来通过地图 了解一下两队的作战环境 比赛一开始 黄队队长就告诫队员 全班注意 叙述战略人的机枪 作为攻防 在一开始往里攻击 很容易就会暴露目标 全体注意隐蔽 黄队一号机枪手 一上来就发现了敌步兵 九点钟翻校 发现敌步兵 副班长做出了提醒 一号队隐蔽 经过交火 这边黄队一号机枪手 还是被早已埋伏好的 蓝队击毙了 黄队的一名队员牺牲后 他们开始全力进攻 惹得蓝队五号四零火箭筒 发射手 开始请求支援 想要向我这里支援 最终还是南逃 黄队班长的子弹 三号我对方失手了 司令活手一见面 随后蓝队三号机枪手 瞄准了黄队的三号副班长 三点钟方向 军官一百米完毕 而此时黄队的副班长 也意识到了自己被盯上 赶紧躲到了墙角 等待时机 最终还是黄队副班长 技高一筹 而就在黄队副班长 搜索前进的时候 蓝队的班长 突然从他正前方跑了出来 一个转身就把蓝队的班长击毙了 黄队的副班长继续往前搜索前进 注意还有两个敌人 在十二点钟方向 而此人就是蓝队的二号副班长 竟然站在了原地 等黄队的副班长换了子弹夹 继续射击 他都没有躲过此劫 到目前为止 黄队副班长已经一人击毙了蓝队三名队员 而就在他自明得意往前跑的过程中 突然遭到了埋伏 看来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看到副班长牺牲后 对队员们再次做出了警示 交队也不前进 奔向埋伏黄队队长的蓝队 最后一名四号步枪手 是否能够运中 没能成功 反被黄队队长 好 牺牲了 全金覆没完毕 好 黄队胜利 最终黄队成为本期的终极英雄 观众朋友们 经过我们三轮激烈的比拼 本期的终极英雄诞生了 没错了 现在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来有请水阳军区某师政委 吴建栋大校 上台为我们来宣读获奖队的名单 有请 有请 现在我宣布 本期中级英雄 本期中级英雄 七连战士郭志强 宣读完毕 谢谢吴正伟 接下来战友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本期的终极英雄出场 好 接下来呢 就在终极英雄 戴上荣语之花 好 接下来请出我们中级英雄的旗帜 上场 好 接下来让我们用起本期 获得终极英雄的队员们 在旗帜上签下他的光荣的名字 好 我们大家欣喜地看到我们中级英雄的旗帜上又多了我们五位战友的名字 没错的同时呢 我们还要感谢其他三个参赛队的队员 正是有了你们的参与才给我们呈现出如此精彩的比赛 我们今后呢 我们这面旗帜还将随我们的摄制组走进全军和武警部队 来见证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比赛 地图下一个总光荣的名字 两个英雄连队这一轮的比拼呢 只不过是他们训练历程上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他们所追求的并不仅仅是谁能获得终极英雄的称号 而是谁能够在今后的训练中加倍努力锻造精兵 让我们期待着他们取得优异的成绩吧 在下期节目中 我们将带您走进一支工兵部队 他们要根据以自己的使命任务 结合特殊的兵种专业 运用特有的装备器材 完成一系列的特别的比拼项目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